还没法逃 假扮常遇清 你疯了吧 就你这细胳膊细腿的 一看就能被戳穿 怎么可能会是我假扮 要假扮也是你假扮 唐大哥 你没发现吗 你跟 常遇清 是不是有几分相似 你知道吗 那黑铁骑 可是常遇清的嫡系部队 怎么可能看不出来 正因为是嫡系部队 才不会有人敢怀疑 有人假扮长玉清 四爷 我们只要做到六分香就可以了 办法倒是个好办法 可是我只闻齐鸣没见过齐人哪 我见过他 我也见过 这装扮六分香 重点乃是形式 一些细节并不重要 四国杀将长玉清 长枪吞鬼面 白马照银甲 这鬼面和银甲 自然必不可少 这银甲可用竹条编好物件 再依次用麻绳串联覆盖即可 再在主甲上红上纸 制成简易指甲 上面再复一层细绵膊 层层贴好鸭屏 不送啊 有八成像了 才八成 那剩下两成呢 这剩下两成啊 就得交给夜色 夜色之中 月色朦胧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能做到八成像 很不容易了 不行 现在整个南下都身系于他 我不能拿他冒险 谁让你拿他冒险了 各位 我的意思呢 是我要一群 拿着真刀真枪的北墨兵 心自护送我们出城 你想什么呢 真刀真枪的北墨兵 怎么可能护送我们 那各位就得替我安排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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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